大家好,又是Mr.C,在线上教你科学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四年级科学KSSR 我们今天将要完成我们科学活动本4A 这本活动本是由半样出版 那么今天的活动本将会完成第39页到41页这个习题 而这个习题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光合作用和一些总复习 好,同学们,请先翻开你的科学活动本 4A,第39页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一,观察下图回答问题 那这个是光合作用 它有条件呢,它有K,它有一个产物 那么K是代表什么呢 L,M,N又代表什么呢 我们来看第一题,图中的字母代表什么呢 K当然是原料 而L条件,除了阳光之外 我们需要绿色的字母 那就是叶与属 而K这个原料呢 除了水,我们还需要吸收这个二氧化碳 而产物呢 光合作用的这个过程呢 会产生这个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生物跟生物都需要的这个氧气 写出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光合作用呢 植物要进行这个光合作用呢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制造食物 第三题 在以下的空格里 画出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这个过程图 光合作用的这个过程图 那么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需要的这个是二氧化碳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的水分 当然我们有它的条件 那就是什么呢 耶利素 还有阳光 那么它的产物是什么呢 糖 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都需要的氧气 第四题 如果植物无法进行这个光合作用 预测会对生物带来的两个影响 预测 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对生物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个 空气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 无法保持平衡 那就是说可能二氧化碳太多 氧气越来越少 不能达到一个平衡点 那么第二个呢 人类和动物无法从植物中获取能量 那么植物制造了这个食物之后 还有了这个能量 那么人跟动物吃的这个植物呢 就能获取这个能量 所以没有了这个植物的这个光合作用呢 那么植物将会死亡 那么人类和动物就无法从植物中获取这个能量 好 UPSR几题A将正确的答案圈起来 第一题图一显示一棵植物的这个生长情况 我们看一下这个根往了这个左边的方向生长 根据上图人类在哪个方向浇水呢 为什么根往这个方向呢 一定是在K的方向浇水了 第二题图二显示牢膏菜的情况 它们什么情况呢 这个昆虫最后被卷了对吗 根据上图做出结论 我们有A植物对外来之地产生反应 植物的叶子对昆虫产生反应 在这两个呢 就是说植物都对外来之地产生反应 还是呢 所有的植物的叶子都对昆虫产生反应呢 是所有吗 C所有的植物的叶子对触动产生反应 这所有吗 还是有些植物的叶子对触动产生反应 反而是D 第三题 哪像是光合中油的产物呢 还会有什么呢 它的就是我们讲的M product 或者它产生什么呢 当然是糖跟氧气 第四题图三显示一盆植物的生长情况 放了一个盒子之后挖了一个洞 那么这个嫩就往这个洞口生长 根据上图做出推断 为什么它会往这个洞口生长呢 因为它植物会呼吸 很明显是错了 植物需要水分才能生长 这也不是关于水分的事情 植物的嫩芽对阳光产生反应 这题就是的 它的嫩芽对阳光产生反应 当然我们也要看D 你不能讲C圈 我们就不要看D了 D植物的根对地形引力产生反应 根是往下生长 但这个植物是要看嫩芽的部分 对吗 它会往洞口的方向生长 因为它的嫩芽对阳光产生反应 我们看第五题 哪像有关光合作用的说明是正确的 哪一个是对的 A 光合作用的原料 包括氧气和淀粉 这是它原料吗 不是的 这是它产物 而当然是糖 B 光合作用 是植物制造食物的过程 对吗 是的 C 植物不能制造食物 所以需要寻找食物 植物可以去寻找食物吗 是不能够的 D 光合作用的产物是水 阳光 氧气和叶利素 光合作用的产物只有两个 那就是氧气跟糖 那么其他的就是条件 不然就是原料 还有我们看第六题 图示显示植物对人类和动物的重要性 植物对人类和动物都很重要哦 好 我们来看 根据上图人类和动物吃下植物后 以获取储存在植物中的X 那X是什么呢 我们之前讲 X就是能量 好 我们可以看B回答问题 图示显示一棵生长在河边的树 这棵树生长在河边 我们看到那个根怎样了 当然我们看到的时候 这已经是观察结果了 所以我们看第一题 根据上述研究做出假设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个生长在河边的树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想法 植物的根会对水产生反应 向河水的方向生 长还会向河水的方向生 这是我们的想法 好 第二题 根据上述研究写出观察结果 那就是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植物的根 向河水的方向生 长 你看到假设吗 它写会对 当灌察结果呢 我们已经发生了 所以已经没有用会了 植物的根向河水的方向生长 第三 根据第二题的答案 做出一个推断 为什么植物的根向河水的方向生长呢 为什么呢 因为植物的根对水产生反应 第四题 根据上述研究做出结论 那么结论是什么呢 植物的根对水产生反应 然后向河水的方向生长 好 第五题 根据第四题的答案 写出这项结论 对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重要性 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植物的根对水产生反应 向河水的方向生长 那么这个产生反应 向河水的方向生长 对我们光合作用有什么重要性呢 因为植物对水产生反应 可以让植物获取进行光合作用 所需要的水分 水分就是它的原料啊 进行光合作用 所需要的就是水分和二氧化碳 所以当植物的根对水产生反应的时候 向河水的方向生长的时候呢 那么植物就可以获取这个水分 而这个水分是要进行光合作用 所需要的 那同学们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喜欢这个影片了 记得按like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当然不要忘记 subscribe金晶 YouTube channel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